而今年大陆中央台春节晚会人人是魔术风大行其道吗 现在外传艺人周杰伦或要上春晚要表演美女魔术秀 而魔术师刘谦呢也可能是三度登上春晚 带来惊悚的电剧切活人表演 周杰伦上台不唱歌他要变魔术人气可是旺的 变魔术你是要抢刘谦的饭碗吗 别这么说不同的风格 这么多张牌你随便讲出一张 方片山 如果这是方片山的话你们会不会下风了 试试看一下 一张是红星巴 看一下 一张是我刚刚夹的牌 一张是黑色的巴 往上推出来看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这时候 现在传出周杰伦的魔术秀很有可能出现在央视的春晚节目当中 而且连表演内容都曝光 周董要和美女王兰飞合作 变出活美人 因为神奇右手魔术在春晚生命大造的刘谦也传出可能三度上春晚表演 表演的内容十分惊悚 刀切活人不够炫据说刘谦要搬出大电剧上演电剧切活人 从这些小道消息看来 今年央视春晚魔术仍是重头戏 不过央视强调节目表还在审查 现在所有预测都是言之过早 昨天新闻综合报道